刚才讲 现在有媒体 人家说开始透露消息 而这个媒体是权威的 因为他每次丢的消息 都跟台中地检署的 侦办方向是一致的 现在讲说台中地检署 已经丢出了十个 我是科学证据 十个科学证据 已经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了 所以今天赖姓小弟弟 是自己掉下去的 跟这个夏家没有关系 而中间有个关键 就是这张照片 这个当然 这个是根据地检署的描述 它是下来的时候是 赖姓高中生死吧 一百七十公分 这个是一百三十五左右 我跨过这个栏杆之后呢 我双手扶在这个地方 那我用这个姿态 整个跳下去 那所以呢 它是自己 完全符合高楼最下 看不出有下家 加工自杀的可能性 一般说尊重司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你司法不够谨慎 不够 为什么不够谨慎 你站这个角度 你是背对的 背对的那个房子 还是面对的外面 对 你没讲清楚 那你高楼十楼下来 最楼下来 你说弹跳到二楼 对 好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拿国外的 我们想说 租 一只死租 或者是比较重量 符合人体的重量 你从十楼丢下来看看 对 丢下来它的挫伤 顿伤是怎么样 还是肋骨是怎么样 有没有做这个实验 对 好 这个我相信你地检署没有错 第三个 这个下性男生 这个被害者 他那个下性男子 在屋子里面 你说他坠楼了 你要从屋内 为什么不直接搭电梯下来 而要走路下来 这个下来 你说你要找赖性男子 可是当警方看到你的时候 你又说 我不认识 这代表什么 你一边说要找 一边说不认识 后面才讲又认识 好 最终讲你来了 你说你采集到 其他邻居的证人证词 有听到一声 砰 巨响的一声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如果坠楼 一定是很大声的声音 很大声 非常大声 那你既然听到很大声 坠楼的声音 那怎么会用路倒的来办呢 你怎么可能是用路倒 你报案的这个保全 你听到也是砰一声 怎么会是用路倒 这个是坠楼的嘛 你在隐瞒什么 你在隐蔽什么 那我们讲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你今天说急救 那个脖子 脖子的雷痕 你是说那个安全套 护脊 好 请问一下你是目测 还是真的有唯物机制下去查 因为很多上吊是被上吊的 死后之后才把它挂上去的 所以它死后之后挂 跟它自己把它勒死是不一样的 挂了上去重量下来之后 它会脱粪 舌骨会断 如果你用肉眼去看说 可能是 和你仔细下去用显微镜看 绝对是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对这个命案 你看的是可能是 这样子勒的 还是确定是 那个紧不造成的 你都是用 不是很确定的明确的事 那这个法医从楼到尾 你有没有用科学仪器 来抽它的微乌激症 不管是血管里面的微乌激症 还是任何的很细的毛发微乌激症 有那种科学仪器 还是用你的肉眼 因为解剖包划法医验尸 两种最简单的 一种是肉眼看 目视 目视 我看差不多翻一翻 仗仪射旁边帮你翻 然后我们在旁边照相 这个就是外伤 这个叫刀伤枪伤 法医就看了就算了 那如果要谨慎一点 很多疑问在里面 你必须用科学仪器 你现在写出来的一些 你没有做一些科学仪器 还有做一些重新 在检验的让人家说服了一个东西 我今天讲 你这18岁又考上大学 然后又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没有理由跑到你家去自杀 可是简单讲 这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他不是说他喝了一杯酒吗 那酒大家觉得奇怪 你喝了酒你去验 为什么没有酒 反正他说我喝得很少 所以这个酒 这个瓶子里面还有很多酒 这个酒都没有打翻 如果我在这个房间 我真的要对你做什么事情 我一定有打斗 打斗了以后 我怎么里面都没有打斗痕迹 连那个酒都没事呢 对 表示什么 表示是很安静的 对呀 自己安静的到底是怎么安静的 离开了那个十楼 离开那个安静 是在里面昏了 还是自己就像他们画的 那个动画一样 趴在那边往后跳 还是往前跳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 给我们老板心说服我们的 我从事警察工作 到现在这一刻 我还不相信 他是从高处下来的 而且我不相信他是自杀的 因为我不是不尊重你的法院的一些 这些观念 而是我们在审理一些自杀的案件里面 从来没有一件说是 砰 下来这种声音 你还用路导 然后你还把他现场 你自己打领你自己 你说里面肋骨断了七根 内脏破裂 你就明明知道到现场就是死了嘛 对 我们那天有讲 你现场死就是要拉封锁线嘛 对 你为什么 你明知道死了 为什么还要他送到医院 对 那表示你说谎嘛 那你说谎已经 下姓男子这个屋主已经明显 说谎了几次 我们讲很简单的 第一个说谎说我不认识他 第二个说谎你说我跟他 你不认识他你怎么跟他结婚 对 那你再来第二个 不是他今天讲说他很爱他 是 那我们查了通年记录之后 千万不是通年手机 里面完全没有任何他们的对话 不管说我爱你你爱我还是暧昧化 完全没有啊 你如果说这些证据提出来 也许你们私底下有在交往 可是完全查证下来是没有的东西啊 那你如果中检就这么以这十点 把他确定说非他杀 非他杀 非他杀就是孩子还要死 感恩死 我自己什么来死 这个不是这样的 你今天老百姓要的是一个真实的真相 而不是你用一个非他杀三个字来结案 你今天不管是不是非他杀 他就是死亡的 而他死亡的原因你就是希望 我们老百姓真的从我退休 我说老狗一家 你今天做的这个 好像这个小孩子自己莫名其妙一大早 没办法去绑到 就直接跟你去办结婚结了婚到你这样 我就自己想不开跳楼 这怎么说服着全国性的老百姓的人 我没有办法相信 你叫我回去 我整体睡不着觉 我每次看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 这个地检署你这样办 你觉得全台湾的老百姓会相信你 还是会质疑你 你这样有磨磨良心啊 如果真的你是真的在执行你的公务 我觉得你真的要磨磨良心啊 而且你看 我今天看到这张照片 导演你看 我也算是胆子很大的哦 我要举一个例子 这里面外面空间才有多少 你要攀爬过这个地方 你在十楼哦 十楼是你的高度的恐惧症哦 就十楼的地方是高度里面 实际上你在高空里面最害怕的一个点哦 如果我今天攀爬过去 我一定是抓着紧紧的 我有可能这样子吗 而且最一个明显 他自己又打脸自己一个东西 错伤如果说 错伤他不是背部有这个定地有错伤吗 如果不要说十楼 你自己从很简单的二楼就好了 你下来随便去滑到你家的墙壁 女儿墙就好了 看是错伤还是直接大张的 登起 登起啊 所以你不要讲到十楼了 你说三公尺就好了 一层楼就好了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解释说他下来 因为有那个大体 我有看到经营看到照片 所以我看到当场那个照片 我就觉得不太可能 是从高处坠落下来 那你硬要说他是高处坠落下来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 也无能为力 但是我们尽了全力希望说还原真相 你可以做一些科学的实验 你不行你请国外的高手来 还是请真的很利害的高手 而且我觉得最大部分能理解是 我也听过也有一些 我们公司有人叫他的清楚是 护士 他就跟我说 如果你已经死亡了 你根本不可能打针啊 你打点滴进去你打不进去啊 因为你的血已经停了啊 那你到现在其实最恐怖的是 你的左手没有淤青 右手那么多都有淤青 这个针孔哪来的 这个就是表示分别什么 像我们真的现在还有心跳了 还有心跳血还在流嘛 还在流的时候我们打针 当然有时候打歪了 可能会呕针嘛 打错了会呕针 没有打到血管嘛 有时候护士也一针两针 会有淤血嘛 会有一些痕迹在嘛 可是当你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 停止跳动就是他讲的嘛 当场死亡嘛 当场死亡你 心脏停止跳动啦 没跳动等于血没有在流了嘛 血就是往下慢慢沉淀了嘛 所以沉淀的时候 你怎么打 它也打不进去啊 因为血没有在带动啊 所以它才会 血沉淀到下面的时候 干掉才会有丝斑嘛 才会有紫色的丝斑嘛 它几分钟几分钟 都会有一个阶段性嘛 所以你的血 像假设我突然死掉了 我的手放这样贴的时候 我的血是往下沉 沉的时候我的血在下面 我手翻起来丝斑就是这一面 丝斑在下面 对 因为血是往下沉的 但是丝斑在下面的时候 上面心脏都没流动 我这个血管 静脉 动脉都没有在流动的时候 你针打进去 你就算是注射了任何东西 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针 里面的这些点滴 注射到我的血管里面 因为我血管里面没有在动啊 我的心脏的棒 我没有在跳的时候 我这些血是 没有办法流动你这些药 你掉那个点滴我不懂啊 你这个掉这个是干嘛 你自己说在现场就死掉了 那你现在说在医院急救 那急救后你又说在现场 就其实就已经身亡了 不可能的是嘛 那你后面插了针这些 当然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 活着的时候会有一些红色的 打错了黑青或者是瘀血 那你当然死掉的 你这些新的针红 当然不会有任何的那种瘀血 或者流肾血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容易判断一个 就是生前有没有打过 死后有没有打过嘛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逻辑 那为什么现在丢的所有的去意义都是 他不是他杀的咧 他这样讲这句话只有两个字 结案 结案 他杀 没有 非他杀就是自然 自然落下来不叫做意外啊 不然不小心掉下来 不然就是想不开轻生的啊 他用这两个就没有凶手啦 没有凶手 后面的他跟他就没关系啦 因为不是凶手 没有任何凶手 是你自己不小心掉下去啊 不管我的事啊 可是到底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大大有疑问在 还是要详细查一下啦 我觉得有时候你老百姓是一条人命 你要让全国的人相信你支持你 你应该做一些真正让人家说服 每一个人都听得下去的话 不要说我当了几十年的刑警 我真的听不下去到现在我还觉得 无法去接受说你现在讲的这些 自己拿石头加你自己的脚 你每一个证据都没有办法 包括你第一现场没有封锁这些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 他有讲啊 说我都已经做了这个裁检了 我都已经做了鉴定了 所以走来走去对现场没有关系啦 是好 那我今天最简单问你 你这个夏信先生啊 你请这个他去结婚啊 那请了两个证人都不是的 那你不是的就是表示骗那两个证人嘛 骗那两个证人叫公务公所里面的公务人 登载 那你不是登载不实吗 登载不实就是什么 你欺骗人嘛 你骗公务人员说 这两个证人是我的朋友嘛 那表示你就说谎了嘛 那你说本来就是登载文书 不是就是伪造文书了嘛 你明明就是伪造文书嘛 你如果说这两个是你的好朋友 是你的亲人 那当然是还有情有理科讲啊 那你这两个都是陌生人啊 这证词很重要啊 你找两个陌生人来 你骗公家机关的人帮你登录 你这个就马上就是伪造文书啊 你诈欺啊 你说话啥啦 马上就是有罪的嘛 是无庸置疑的嘛 逸佛 是 现在放出来消息 就像你之前有所预估的 他要把 我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谋裁或害命的话 要把它切开 对 害命东西我抓不住你 那可能就是没有他杀协议就结案了 现在要干嘛 现在用说你的婚姻无效 婚姻怎么无效 就用伪造文书 按照你过去的这个判断是对的 然后这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媒体 根据检方的这个所谓的说明 他是用这个姿势跳下去的吗 跳下去之后刚刚讲的 他的背部 这是第一次公布的这照片 背部是跳下来之后 撞到了这个屋檐 再撞到树 然后呢 我从十楼掉下来 就在这个屋檐有两层高 也八层楼 八层楼掉下来 只有这样的挫伤 好 我们先来讲 这个姿势是怎么算出完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有讲到说 进去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 是有很多的灰尘的 有很多灰尘 所以他踩到了这个掌纹 踩到了这个血印 所以呢 有没有人去灭积 他们认为是没有 因为这个灰尘的状况是很完整的 所以没有人 在案发之后呢 再去把这个清扫掉 但是呢 你这样子站 有可能这样子跳下来吗 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们之前就在这个 这个在关键时刻 我们就有讲过 我自己跑新闻看过的 如果你是自己想不开 清承的话 你跳会有个抛物线嘛 对啊 那么那时候他一直说 这个东西就直接这样子下来 打到乌突 然后在旁边了 我在之前的节目 我就有讲过 只有一种可能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说 有人 因为偷情 然后呢 人家就回来了 他抓在那里 只有你用手 抓在那里 然后抓到最后 你是力竭 你力量不够了 才会掉下来的 如果你今天要面对这边 十楼 然后呢 对面是西 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的高楼大厦 你看到 然后你看下去 你还跳得下去吗 死意在坚决的人 我都没有看过 这个姿势跳下来的 这个东西是不太可能啊 不管你人生 有多么多的一个痛苦 对 如果你要跳的话 我们看过很多 你要跳 你站上去 因为你跨过这边 这边大概是135公分 你真的是想不开 你就在跨的过程当中 他要跨135 他要讲的很好跨 135 哪有那么好跨 你170公分 对 170公分 你170公分 我跟他讲的 你170公分 你的腿大概只有120 对 你120 你得说 你怎么跨过去 而且你跨过去的过程当中 你不太可能会维持这个姿势 你在10层楼高 哎 风很烫 然后呢 135公分 你才170公分 我172公分 你到底有没有勇气 跨出去 好 你真的跨过去的时候 你手的臂力 有办法让你在高空 维持这个姿势吗 甚至你跨过来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可以转到这个姿势来 你到这个姿势 好 我们就相信说 真的 最后赖姓高中 声势呈现这个姿势 然后呢 下来 你下来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很不合理的是 这个是什么 我看到这个 我绝对难以想象 这是高处最楼 你10楼掉下来 乌突在几楼 乌突在2楼 你重力加速度 他大概170公分 大概60公斤 你乘以8层楼 你告诉我说 这个是最楼的一个痕迹 我不相信 你就算是 打到乌突的一个脚好了 现在新的建案 这些用料都很实在 你打到乌突的一个脚 一定 伤筋动骨 你一定不可能只是这样子 这样子像不像是 而且 刚才讲到 如果你是尖角 尖角的压力不是会更大吗 对 你尖角的话 你的私立面积越小的话 你的压力会越大 所以你下去的时候 我相信 我们也看过很可怕的一个状况 是你下来的时候 打到尖角 但是人体没有下来 就直接插在那里 就在台北市的饭店 就直接插上去 因为你的力量 加上你的速度太大了 所以你不太可能说 你用那个姿势 闪兵 跳的姿势 然后下来打到这个乌突 打到乌突之后 你竟然只留下了一点点 这像不像骑自动 然后上不住车 给车 给车 然后你又打到这里再下来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 我们都觉得不合理 但是现在把这风向给带出来 跟检方讲说 我有十大科学激震 没有他杀嫌疑 对 其实我们就觉得说 你这些东西 你就算是真的 把它写在书内 把它写在不起诉书里面好的话 其实你要去质疑它 你真的还没办法质疑它 因为它已经告诉你说 所有你的质疑 我都给答案了 但是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们在跑新闻 以实务上来讲的话 真的有太多太多可疑之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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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